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刚才主持人问你的前妻说 她怎么样做你才可以原谅她 她说不知道 在我看来也许那个不知道 除了恨 在我看来那是一个缝隙 那是一个可能 但是这个缝隙你必须 头破血流地去撞击这个缝隙 也许就是机会 但是如果你站在旁边观望 那个缝隙将会越来越小 甚至很快会彻底关上 永远没有希望 也许我在婚姻中的经历和经验 不如王老师多 所以我恰恰无法判断这个不知道的含义 因为在整个的这个电话录音中 我听到的最刺激的 最多的一个词叫做信任 它重复了四次 它不再信任 所以如果是这个答案的话 那么王老师我觉得 真的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看到那个缝隙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还有在场的嘉宾朋友们 如果没有这个孩子的话 我一点都不会同情这个男人 可是你们要知道 他即将出生的这个孩子 如果是陪伴着母亲 而不知道父亲是谁长大 将意味着什么 您看您今天上场之后 您戴的这个面具 我觉得您真的没有做好心理准备 去面对这件事 您还没有完全地意识到 你到底错的有多重 因为我觉得你今天是想保护你自己的 但是却没有那么坦诚地面对他 我要是一个旁观者 我会认为 你给自己留下了一个巨大的余地 不管这些情感能不能挽回 但至少将来别把我这赖以生存的工作再丢了 这是什么 这叫做男人的贪婪 你什么都想要 你当时想要两个女人都要 而今天你坐在这的时候 我们依然看你在犹豫 一方面是你的工作 一方面是你的前妻 所以你永远这样的话 你永远无法做出一个选择 无法得到一个答案的时候 我相信这个缝隙我们永远看不到 所以要学会错误陈舟 要学会把自己放在一个绝境的地方 才有可能逢生 好 所以今天我给您一个机会 先生请到这里来 我希望你认真地思考一下这件事情 我们给他一点时间 我从小呢 父母去世得早 我今天 能够有现在的工作和事业 能够有现在的位置 这么多年来我付出了好多好多 吃了不少苦 受了不少罪 可是自从我离婚以后 我每天早上起来 我心里都是空荡荡的 像没了活儿一样 我觉得 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事业再好 钱赚得再多 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 我今天戴这个面具 就是怕曝光 怕失去我的工作 但是刚才杰月老师说的都对 我必须要做出选择 不过公司的领导觉得我丢人了 觉得我给公司带来的损失 觉得要开除我 我不好悔 谢谢你的勇气 这个机器的背后 就是你的前妻 我特别希望你把你心里最想说的话 告诉她 秦儿 请允许我再叫你一声老婆 你是我最最亲爱的老婆 是我唯一的老婆 我知道我错了 我愿意做任何事情来弥补我的故事 我愿意让电视机前的各位朋友 记住我这张脸 我愿意让所有人都来监督我 我愿意生活在真空里 我愿意让别人在我背后支支点点 只要我能弥补我的故事 我请你原谅我 我们的孩子就要出生了 也许他长大以后可能会看到这个节目 也许他会知道他爸爸曾经犯的错误 但是我不怕 我想让他知道 他爸爸今天要勇气敢于站在这儿 敢于承认错误 并且发誓永不再犯 我相信孩子会原谅我 我相信孩子会原谅我 告诉他你想回家 老婆 我想回家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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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別哭了 我知道我記得 我真的原諒她 起碼 起碼 她們和孩子 還有一個完整的家 爸爸 人都有犯錯的時候 最起碼她現在 能做的都做了 歌曲 詞曲 曲 李宗盛 編曲 李宗盛 歌曲 李宗盛 歌曲 李宗盛 歌曲 李宗盛 喂 谁啊 苏美 我刚看了电视节目啊 相信你一定也在看吧 看了 李大哥 说实话呀 我也正想给你打个电话呢 有些话憋在心里啊 不知道给谁说呀 这憋得真难受啊 你说当时 就是西方他们出这个事吧 把我恨的呀 我牙根都发直啊 可是今天吧 看在他电视里边 哭成那个小样 我这心好像 一下子又软了 可以理解 可以理解 你说啊 就是养个小猫小狗 十几年也养出感情来 何况是个大活人哪 怪吧 咱拍着梁夕说啊 媳妇进这个家十多年 对咱们桃子我 苏清还真是不错 可是他怎么 他这龟石身材 他干了这么件事 他就是一时糊涂啊 苏清心里怎么想的 不知道啊 我也不敢问哪 你看啊 这西风啊 毕竟是当着这么多的人 真诚地 他呢 检讨了自己的错误 忏悔了一把 而且呢 苏清给他又有了孩子 你能感觉到 你看西风啊 真是真情地想挽回这个家 挽回苏清 是 他是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 但是呢 这对苏清也是一个很好的考验哪 总而言之啊 困难的日子就要过去了 往后啊 会越过越好 你说呢 好 好 这 走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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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阿 我 来 一百 大雨 一百 小雨 妈大雨 肚子疼是不是 肚子疼 是哪种疼法脚着疼是吧 没事 没事 伯伯 就是快生了 别着急啊 您等会儿 别着急 别着急 就是要生了 别急啊 喂 那个急救中心吗 那个我们家有孕妇 马上来 那个情话危急 那个什么 长青小区 八 妈呀 十八号楼 1901 赶紧啊 谢谢您啊 谢谢 妈呀 喂 过来 那个什么 那桃子呢 妈那个那个 桃子在里屋就睡着了 我跟你说 你姐快生了 又是吧 妈 我跟你说 等会儿 喂 喂 喂 对 是我们家 那你们到哪儿了 怎么会找不着呢 你说你现在具体位置 我告诉你啊 我下楼去接你们吧 要不你们进来也找不着 骑了挂弯的 喂 你听见了吗 我跟你说果然 那个什么 那个一会儿上上了车之后 我会告诉你 就再打给你看啊 你再去 您放心好吗 一会儿见啊 我跟你说啊 我到楼下去接他们一下 不接的话找不着知道吗 耽误更长时间 我跟你说宝贝别害怕 这没事儿 我就震动 没事儿好不好 你停一会儿我去 我去接他们 我走了啊 我跟你说啊 你放心啊 我肯定没事儿啊 肯定没事儿 你妈呀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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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锁门啊 喂 我老婆 刚才妈来电话 说姐要生了 那什么我现在过去接你的 不用我自己回家 不是奔家里头 就咱俩直接奔医院就行了 那也不用 我自己去医院 不不不 咱俩得一块去 那个你回头让妈制度了 咱俩分开去的 以为又出什么事了对不对 你现在就换好衣服 你在楼底等我 我五分钟就到 好吧 行吗 大姨 大姨 大姨出什么事了 大姨 齐峰 你怎么 我我我我那个 苏西快生了 您赶紧上楼去 我到大门口等救护车去 好好好 快点儿 您别着急别着急啊 我这得上去 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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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扶你起来 走 回来 快 走 当 obrigado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妈 这媳妇怎么也来了 她已经连续十几天了 每天就蹲在咱家门口 躲到后半夜 她就算着你姐的预产期呢 心想她能帮着点忙 你别说今天还真的亏了她了 早干嘛来着 是 怕疼点 不是 我说 希望你能不能松弛点 放松点 无辞肯定平安 哥们提前给你恭喜了 恭喜 我说 你上那节目 我看了 恭喜 我说你乐好点行吗 笑出声了 笑出声了 你跟桃子那个仪式也快了吧 快 到时候来啊 有什么需要我呢你就说话 我说让你到时候来 我争取吧 没有争取 必须了 这么定了 祝货啊 苏欣家属 苏欣家属在吗 来来来 别着急 怎么样 生你个大胖丫头 七斤九两 母女平安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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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斤九一啦 祝货啊 祝货啊 恭喜啊 妈呀 妈呀 恭喜 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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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很好 恭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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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妈呀 你不我的太高兴了 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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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高兴了 妈呀 妈呀 真好啊 借我什么玩的嘛 别别别 你得洗手去 那我搁了衣服抱的 睡着了 我说让我抱 我都不敢抱 那我小叔也是这样啊 看着他 小叔没人家好看 不像谁呢 这小鼻子小眼呢 小鼻子小眼呢 小鼻子小 看个你自己的宝贝吧 看看你自己的宝贝吧 你自己的宝贝 看你自己的宝贝 hosted 我现在针创在这里 我已经给你带你去宝贝 你自己的宝贝 我现在是没有带你去宝贝 好 过去 我后来 使你用带你开宝贝 我 段总 来 来 来 进来 段总 人事部的李总找你 好 我马上过去啊 好 谢谢 西方 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找你吧 我知道 好 那我就不读圈子了 电视我看了 老实说啊 我理解你 再说一句咱们私交的话 我还真挺佩服你的勇气 谁要说自己的过去 历史 全都不是干净 我还真不信 那不符合人性啊 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的 可能都会做过几件不太见的人 或者是不太光彩的事 有时候我倒相信那些 有个一点点过去的人 因为他们错了 才知道什么是好的 什么是对的 你说呢 但是公司 有公司的规定 这个我也没办法 我明白 其实 你要是不把这面具摘掉 公司里就是再有人怀疑你 谁能把你怎么着啊 是 可是 李总 我知道 你要是不摘掉这个面具 你就不能换得你妻子对你的信任 在工作和你妻子之间 你做出了你的选择 我跟你说 这事要换我头上 我的选择会跟你一样 谢谢 当然了 没有人会支持你 对婚姻的不忠 我赞赏的是 你承认错误的勇气 可是 就算我再立挺你 总部那儿还是认为 让一个名声上有污点的人 在公司里担任重要职位 这不太合适 这点 在咱们当初签订的用工合同里 就写得非常清楚 所以 我也只能遗憾地通知你 李总 您不用说了 我自己也会离开 同时呢 我也对给公司带来的损失 表示歉意 你先别着急走 你先别着急走 今后有什么打算吗 有 重新找份工作 挣钱养活老婆孩子 好 这人是我朋友的公司 他公司是做建筑的 公司规模不算太大 但钱也可好 正在扩张期 非常需要人才 我 我去 合适吗 有什么不合适的 我给他已经通过电话 他非常欢迎你 真的 是 他相信你 会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男人 他很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不过 你大概需要从最基础做起 谢谢 太谢谢您了 您放心 我已经做好思想准备了 太谢谢您了 别老跟我说谢行了 好好爱你的老婆和孩子吧 说真的 媳妇 你老婆为你做的这一切 真的让我非常感到 我老婆当时看着电视 听着电话采访 骗来哗哗的飘 当她要知道你就在我这儿以后 就不停地跟我说 你得帮帮她 一定得帮帮她 好了 不多说了 过去以后好好干 我相信你一定能干出点名堂 有什么难事给我电话 行行 来 特别感谢 您放心 我一定好好干 绝不辜负您 辜负大家 好 祝你一切顺利 谢谢 谢谢您 别客气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应该办法 这您好多残力 你好 而所有人都コメーカー 我只要不意 你能给行ression 段总 尝回来看看 谢谢 段总 加油 谢谢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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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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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了吗 没事了 什么 走 关电脑啊 这什么呀 哪有人把自己生日 彪这么清楚的 也怕你自己忘了呀 不是我 果然彪的 后天就是你生日了 你打算怎么过呀 我能有什么打算呀 现在都闹成这样了 我哪有心情过生日啊 你说这果然 也不给我打电话了 也见不着人影了 他什么情况啊他 也是啊 我觉得你们俩这事吧 越闹越大也挺不好的 要不然 咱给他一个台阶下 给他打个电话 我给他打电话 不是 我跟你说男人嘛 我们男人都要面子 你知道吗 你给他一个台阶下 你给他打个电话 他看见人来电影 他也是一看音音 他就从那台阶蹭了一下 他就下来了 是不是 我就是给他一个台阶下而已 只是一个台阶 大气 他没接 他没接 不会再忙有什么事吧 那要不然我给七星打一个 你给他打什么电话 用得着给他打嘛 不接就不接 他也接不接不接 拉倒 走 好 走 那个娇阳 我说要不然 顺路去店里看一眼 我不进去啊 就你进去 我在外头等着 你也别让他们知道 我等着呢 只是叔父看一眼 叔父 叔父 快走走走 行 那个先先去再吃饭啊 快 快点 那我去看看 你快去吧 你别说我在车里了啊 行 果然 果然 什么情况 没人啊 没人 这都跑哪儿去了 好 江阳 老杰忠 果然什么意思呀 他能有什么意思呀 自己老婆后天觉过生日了 今天晚上消失啊 我不想离婚 我不想离婚 不是 能不能别这么没出息啊 你也不想想 你借他两百个胆 他也不敢呀 你拿一镜子你照着自己 你再照着他 他有什么资格给你提离婚啊 再说了 夫妻两口子之间 突然玩消失 这叫不要脸 他不要脸的次数多了 那就叫心理素质过硬 所以你们俩之间啊 现在是心理战 想不想赢 想赢的话 他玩消失 咱们也消失 他在北京消失 咱们就消失到天眼海角去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啊 咱们就去这儿 海边 你不要过生日了吗 我哥们给我介绍一点特好 风景又好 最近还优惠 神州半岛起来等度假就点 在海南 你现在心里是不是特难受 所以啊 咱们就要走得远远的 让她找不着咱们 到时候难受的就是她了 你知不知道 咱们其实只是顺便去过个生日 那关键问题是呀 赢得这场战役 要赢 要她四处找我们 去 必须去 对了 我能不能再给她打一电话呀 心理素质 还以为是 甚至是 我对了 没胖 世界都不简单 它在里面 等一下 等一下 你好 欢迎光临神州半岛喜来伦队大酒店 你好 你好 欢迎光临 你好 欢迎光临神州半岛喜来伦队大酒店 你好 那我哥你特别喜欢大海辣 超级喜欢 我也喜欢 老婆 等到你过生了 我就带你到那个地方 到那儿 我就给你办一个 超级老婆 超级快乐的生日节目 我说你怎么不在房间呢 找你找半天了 怎么了 又想果然了 你说果然他到底去哪儿了这是 他什么意思 他玩消失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那就算想怎么着 他也得给你个交代吧他 你能不能别提他啊你 行行行行 陶子 既然咱们都来了 咱们就得高兴兴地 快快乐乐的 咱好好地过个生日 气死过人 不说不说不说 草群舞啊 这酒店还有这项目呀 挺好玩的 咱们也去跳吧 咱们也去跳吧 走吧 你跳之后什么烦恼都没了 我去 快点儿的 求你了 这 这一会儿没了你快点儿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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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猴子姐姐 周日快乐 谢谢 猴子姐 小姐 周日快乐